《红楼梦》卷九 训列子李贵成身赤 称丸童鸣烟闹书房 话说秦邦叶父子 专后贾家的人来送上学之信 原来宝玉急于要和秦中相遇 遂则了后日一定上学 打发人送了信 至日一早 宝玉起来时 习人早已把书笔文物收拾停妥 坐在床檐上发闷 见宝玉来 只得服侍他书洗 宝玉见他闷闷的 因问道 好姐姐 你怎么又不自在了 难道怪我上学去 丢得你们朗清了不成 习人笑道 这是哪里的话 读书是极好的事 不然就聊到了一辈子 终究怎么样呢 但这一件 只是念书的时节想着书 不念的时节想着家 总别和他们一处玩闹 碰见老爷不是玩的 虽说是分支要强 那功课宝玉起来 一则贪多嚼不烂 二则身子也要保重 这就是我的意思 你可实时体谅 习人说一句 宝玉应一句 习人又道 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 交给小子们去了 学里冷 好歹想着添坏 比不得家里有人照顾 脚炉手炉也交出去的了 你可逼着他们添 那一起懒贼 你不说 他们乐得不动 白动坏了你 宝玉道 你放心 我出外头 自己都会调停的 你们也可别闷死在这屋里 缠和林妹妹一处去玩耍才好 说着 据以穿戴齐备 席人催她 去见贾母 贾政 王夫人等 宝玉又嘱咐了 秦文摄月几句 方出来见贾母 贾母也未免 有几句嘱咐的话 然后去见王夫人 又出来 到书房中 见贾政 天生这日 贾政回家早 正在书房中 与相公清客们闲话 忽见宝玉进来请安 回说上学里去 贾政冷笑道 你如果再提上学两个字 连我也羞死了 以我的话 你竟玩你的去世正经 仔细占脏了我这地 套脏了我这门 众清客相公们都起身笑道 老师问何必如此 今日世兄一去 二三年就可显身成名的了 断不似往年 做小儿之态的 天也将饭时 世兄尽快请吧 说着便有两个年老的 携了宝玉出去 贾政因问 跟宝玉的是谁 只听见外面答应了一声 早进来三四个大汉 打签请安 贾政看时 认得宝玉乃母之子 名唤李贵的 一向他道 你们常日就跟他上学 他到底念了些什么书 倒念了些流言浑话在肚子里 学了些精致的淘气 等我醒一醒 先接了你的皮 再和那不长进的算账 吓得李贵忙双膝跪下 摘了帽子碰头 连连答应 是 又回说 格尔姨念到第三本诗经 什么悠悠露鸣 荷叶浮萍 小的不敢撒谎 说得满座轰然大笑起来 贾政也撑不住笑了 因说道 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 也都是掩耳盗铃 哄人而已 你去请学理太爷的安 就到我说的 什么诗经古文 一概不用虚应故事 只是先把四书一起讲明背熟 是最要紧的 李贵忙答应 是 见贾政无话 往退出去 此时宝玉独占在院外 并生静后 带他们出来 便捅走了 李贵等一面担衣服一面说道 哥儿可听见了不曾 先要接我们的皮呢 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赚些好体面 我们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骂的 从此也可怜见些才好 宝玉笑道 好哥哥 你别委屈 我明儿请你 李贵道 小祖宗 谁敢忘情 只求听一两句话就有了 说着又至贾母这边 秦中早已来了 贾母正和她说话呢 于是二人见过 辞了贾母 宝玉呼想起来 为辞黛玉 又忙至黛玉房中来 做辞 彼时 黛玉在窗下 对镜礼装 听宝玉说上学去 殷笑道 好 这一去可是要缠工折柜了 我不能送你了 宝玉道 好妹妹 等我下学再吃晚饭 那胭脂膏子也等我来再制 捞到了半日 方抽身去了 黛玉忙又叫住问道 你怎么不去此次你宝姐姐来 宝玉笑而不答 一静同秦中上学去了 原来这一学也离家不远 袁系当日十足所立 孔族中子弟 有立不能言诗者 集入此中读书 凡族中为观者 皆有帮助银两 已为学中高伙之费 据年高有德之人为熟师 如今秦宝二人来了 一一的都互相拜见过 读起书来 自此后 二人同来同往 同起同坐 愈加亲密 兼贾母爱惜 也常留下秦中 一住三五天 自己重孙一般看待 因见秦中家中 不甚宽裕 又住些衣服等物 不上一两月功夫 秦中在荣府里 便怪熟了 宝玉 终是个不能安分手礼的人 一味地随心所欲 因此发了脾性 又向秦中巧说 咱们两个人 一样的年纪 旷又同窗 以后不必论书职 只论兄弟朋友 就是了 先是秦中不敢当 宝玉不从 只叫他兄弟 或叫他的表字 京青 也只得混着乱叫起来 原来这学中 虽都是本族子弟 与些亲戚家的子职 俗语说得好 一龙九种 种种各别 未免人多了 就有龙蛇混杂 下流人物在内 自秦宝二人来了 都生得花朵一般的模样 又见秦中 腼腆温柔 未雨鲜红 窃窃修修 有女儿之风 宝玉又是天生成 惯能坐小伏堤 陪身下气 性情体贴 话语缠绵 因此二人又这般亲厚 也怨不得 那起同窗人 起了嫌疑之念 背地里你言我语 勾碎瑶卓 布满书房内外 原来薛盘 自来王夫人处住后 便知有一家学 学中广有青年子弟 呕动了龙羊之姓 因此也假说了来上学 不过是三日打鱼 两日晒网 白送些树修礼物 与假带儒 却不曾有一些敬意 只图结交些汽地 谁想这学内的小学生 图了削盘的银钱穿吃 被他哄上手的 也不消多计 又有两个多情的小学生 亦不知是哪一房的亲卷 一位考真姓名 只因生的妩媚风流 满学中都送了两个外号 一叫香莲 一叫玉爱 虽系都有切木之意 将不利于如此之心 只是兜具削盘的威势 不敢来沾惹 如今秦宝二人一来了 见了他两个 亦不免前犬献爱 一阶之细削盘香之 故未敢轻举妄动 相遇二人心中 一般的留情于秦宝 因此四人心中 虽有情意 只会发迹 每日移入学中 四处各坐 却八目勾留 或涉言脱逸 或永丧欲留 摇以心照 却外面自为碧人眼目 不料偏又有几个华贼 看出形影来 兜背后几眉弄眼 或咳嗽扬声 这也非止一日 可巧这日 代儒有事回家 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 令学生对了 明日再来上书 讲学中之事 又命长孙贾瑞管理 妙宰薛盘如今 不大上学硬貌了 因此秦宗趁此 和相连弄眉极眼 二人假出小宫 走至后院说话 秦宗先问他 家里的大人 可管你交朋友不管 一语未聊 只听见背后咳嗽了一声 二人吓得忙回顾时 原来是窗友 名金蓉的 相连本有些性急 便羞怒相激 问他道 你咳嗽什么 难道不许我们说话不成 金蓉笑道 许你们说话 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 我只问你们 有话不分明说 许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故事 我可也拿住了 还赖什么 先让我抽个头 咱们一声不言语 不然大家就翻起来 秦宗二人就急得飞红的脸 便问道 你拿住什么了 金蓉笑道 我先拿住了 是真的 说着 又拍着手笑嚷道 贴得好烧饼 你们都不买一个吃去 秦宗相连二人 又气又闹 忙进来 向贾瑞钱告金蓉 说金蓉 无故欺负他两个 原来这贾瑞 最是个图便宜 没行止的人 美在学中 以功报私 勒索子弟们请他 后又住着薛盘 图些银钱酒肉 一任薛盘 横行霸道 他不但不去管约 反诅咒为虐 讨好 偏那薛盘 本是扶贫心性 今日爱东 明日爱西 近来有了新朋友 把相遇二人丢开一边 就连金蓉 也是当日的好友 自有了相遇二人 便见弃了金蓉 近日连相遇 亦已见弃 顾贾瑞 也无了提携帮衬之人 不愿薛盘 得心厌固 只愿相遇二人 不在薛盘前提携了 因此 贾瑞金蓉等一干人 也正促度他两个 今见秦湘二人 来告金蓉 贾瑞心中 便不自在起来 虽不敢呵斥秦忠 却拿着相连做法 粉说他多事 着实抢白了几句 相连 反讨了没趣 连秦忠也 善善地 各归座位去了 金蓉 越发得了意 摇头扎嘴的 口内还说许多闲话 欲爱偏又听了 两个人隔座 咕咕咕咕的 搅起口来 金蓉指一口咬定说 方才明明地撞见他两个 在后院里亲嘴摸屁股 练个商议定了 一对论常道短之言 只顾得志乱说 却不妨还有别人 谁知早又触怒了一个人 你道 这一个人是谁 原来这人 名幻甲强 一系宁府中 只正派玄孙 父母早亡 自小跟着甲真过活 如今长了十六岁 比甲荣生得还风流俊俏 他兄弟二人 最相亲后 常供起居 宁府中人多口杂 那些不得志的奴仆 专能造言 诽谤主人 因此 不知又有什么小人 勾碎瑶卓之词 甲真 想一封闻的些 口声不好 自己也要避些嫌疑 如今竟分与房舍 命甲强搬出宁府 自己立门户过活去了 这甲强外相既美 内性又聪明 虽然应名来上学 亦不过虚言掩目而已 仍是斗鸡走狗 赏花月柳为世 上游甲真溺爱 下游甲荣框柱 因此族中人 谁敢处逆于他 塔记和贾荣最好 今见有人欺负秦忠 如何肯依 如今自己 要挺身出来抱不平 心中且存夺一番 金荣贾瑞一等人 都是薛大叔的相知 我又与薛大叔相好 倘负我一出头 他们告诉了老薛 我们岂不伤何气 欲不管如此谣言 说得大家没趣 如今何不用计制服 又止息牲口 又不伤脸面 想必也装出小工具 走至后面 悄悄把跟宝玉的书童 名烟叫至身边 如此这般调拨他几句 这名烟乃是宝玉 第一个得用的 且又年轻不安适 如今听贾强说 金荣如此欺负秦忠 连你的爷宝玉 都干联在内 不给他个知道 下次越发狂纵了 这名烟无故就要欺压人的 如今得了这信 又有贾强住着 便一头进来找金荣 也不叫金相公了 只说 姓金的是什么东西 贾强随跺一跺靴子 故意整整衣服 看看日眼说 正时候了 随心向贾锐说 有事要早走一步 贾锐不敢指他 只得随他去了 这里 名烟走进来 便一把揪住金荣 问道 我们干什么 管你什么相干 横述没干着你爹就罢了 你是好小子 出来动一动你明大爷 吓得满世中子弟 都茫茫的痴望 贾锐忙贺 名烟 不得撒爷 金荣气黄了脸 说 反了 奴才小子都敢如此 我只和你主子说 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 秦中刚转出身来 听着脑后嗖的一声 早见一方燕瓦飞来 并不知戏何人打来 却打了贾兰贾君的座上 这贾兰贾君 亦戏荣府晋派的崇孙 这贾君少姑 其母疼爱非常 书房中与贾兰最好 所以二人同坐 谁知这贾君 年纪虽小 志气最大 即是淘气不怕人的 他在胃上 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 按住金荣 飞燕来打明烟 偏打错了 落在自己面前 将个瓷燕水壶打粉碎 溅了一书墨水 贾君如何医德 便骂 好球囊的们 这不都动了手了吗 骂着 也便抓起燕砖来 要飞 贾兰是个醒世的 忙按住燕砖 几口劝道 好兄弟 不与咱们相干 贾君如何忍得 见按住燕砖 他便两手抱起书切子来 照这边震了来 忠是身小力薄 却震不到 反正至宝玉勤中岸上 就落下来了 只听呼唷一响 砸在桌上 书本纸片笔焰等物 撒了一桌 又把宝玉的一碗茶 也砸得晚碎茶流 那贾君即便跳出来 要揪打那飞燕的人 金戎此时 随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 地下人多 哪里经得起舞动长板 明烟早吃了一下 乱嚷 你们还不来动手 宝玉还有几个小丝 一名扫红 一名除药 一名墨鱼 这三个岂有不淘气的 一起乱嚷 小腹养的 动了兵器了 墨鱼 虽多起一根门栓 扫红除药 手中都是马鞭子 蜂拥而上 贾瑞急得拦一回这个 劝一回那个 谁听他的话 四行大乱 种完铜 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乐的 也有胆小 躺过一边的 也有立在桌上 拍着手乱笑 喝着声叫打的 等时 顶废起来 外边几个大仆人 李贵等 听见里边坐凡起来 忙都进来 一起喝住 问是何故 众生不一 这一个如此说 哪一个又如笔说 李贵且喝骂了 名烟等四个一顿 念了出去 琴中的头 早撞在金绒的板上 打去一层油皮 宝玉正拿挂金子替他揉 简喝住了众人 便命 李贵 收书 拉马来 我去回太爷去 我们被人欺负了 不敢说别的 手里来告诉瑞大爷 瑞大爷反派我们的不是 听着人家骂我们 还调唆人家打我们 明烟见人欺负我们 岂有不为我的 他们反打伙打了明烟 连琴中的头也打破了 还在这里念书吗 李贵劝道 哥儿不要兴急 太爷既是有事回家去了 这一回子 为这点子事去锅造他老人家 倒显得咱们没理事的 依我的主意 哪里的事 哪里了结 何必惊动老人家 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 太爷不在这里 你老人家 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了 众人看你行事 众人有了不是 该打的打 该罚的罚 如何等闹到这不田地 还不管 贾瑞道 我吆喝着都不听 李贵道 不怕你老人家恼我 素日 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 所以这些兄弟不听 就闹到太爷跟前去 连你老人家也脱不了的 还不快做主意 撕罗开了吧 宝玉道 撕罗什么 我必要回去的 秦中哭道 有金融在这里 我是要回去的了 宝玉道 这是为什么 难道别人家来的 咱们倒来不得的 我必回明白众人 撵了金融去 又问李贵 这金融是哪一房的亲友 李贵想一想 道 也不用问了 若说起哪一房亲戚 更伤了兄弟们和气 明烟在窗外道 她是东亚里 黄大奶奶的侦 那是什么应证 杖腰子的 也来吓我们 黄大奶奶是她姑妈 你那姑妈只会打学末 给我们脸二奶奶跪着借档头 我眼里就看不起她那样主子奶奶 李贵忙喝道 偏这小狗养的知道 有这些曲角 宝玉冷笑道 我只当是谁的亲戚 原来是黄嫂子侄儿 我就去问问她 说着便要走 叫明烟进来包书 明烟进来包书 又得意洋洋的道 爷爷不用自己去见她 等我去她家 就说老太太有话问她呢 顾上一辆车子拉进去 当着老太太问她 岂不省事 李贵忙喝道 你要死 仔细回去 我好不好先捶了你 然后回老爷太太 就说宝哥 全是你条缩的 我这里好容也 劝哄得好了一半 你又来生了心烦 你闹了学堂 不说变个烦压西了才是 倒还往火里奔 明烟仿不敢作声 此时贾瑞也声孔闹不清 自己也不干净 只得委屈着来央告秦中 又央告宝玉 先是他二人不肯 后来宝玉说 不回去也罢了 只叫金融赔博士便罢 金融先是不肯 后来经不得贾瑞 也来逼他全赔个不是 李贵等只得好劝金融 说 原是你起的端 你不这样 怎得了局 金融降不得 只得与秦中做了依 宝玉还不依 定要磕头 贾瑞只要暂惜此事 又悄悄地劝金融说 俗语云 忍得一时分 终身无脑闷 为之金融从也不从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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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